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给船过冬 像现在是11月中雪 我们把船拖上来以后 比如说炮筒 炮筒的抛光 包括船上的地毯的保养 都可以不着急 都能等到明年春天再慢慢搞 最关键的过冬是发动机 也就是这个船的灵魂 这个发动机必须要搞 第一步我们就是往油箱里加汽油 尽可能的多加一些 让它里边的 这个油箱里边的空气越少越好 然后就要加这个stabilizer了 这个怎么翻译 应该叫稳定计吧中文 加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 这种87的汽油吧 它里边含10%的酒精 这酒精会吸收这个油箱里面 空气中的水分 然后造成大家熟知那种分层现象 也就是说那个酒精和水在底部 油漂在上面 那这些酒精和水进了油路 和发动机里边呢 会造成那种拉黏现象 而且对发动机内部 包括油管里边的那种锈石 是非常的严重的 长时间下来啊 轻的就是会导致那种打火困难 就是你打不着火 重的就会严重的影响这个发动机的寿命 有的好多好多那个我的传友跟我说呢 就是说他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直接把这个油箱里的油全部抽干 这么着过冬 其实啊这就没什么用处 因为首先你不可能把它完全的抽干 对吧 酒精和水还会在还会有一些在底部 而且这个油路里边的那些 你是根本没法抽出来的 时间长了呢 没什么效果 所以最最最靠谱的就是加这种稳定剂 另外这种稳定剂的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说给这个汽油保鲜 你知道就是汽油啊 很多人不知道 它和这个其他的物品一样是有保质期的 你长时间尤其是现在这种这种油都比较讨厌 里边加了很多的那个酒精 10%的酒精 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变质 典型的变质或者说过期汽油吧 就是你开船或者开车的时候 你的感觉就是没劲 那种是那汽油不行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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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加完汽油以后 就要加这个stabilizer了 具体加多少 要看不同的牌子 比如我用的 这是MOTOMASTER的 打车的时候三块钱 这一瓶 这个是每30升的汽油 对100毫升的稳定液 30毫升 再一个30毫升 这玩意挺方便的 可以直接准确的量着 要用多少 好 然后你看这盖子上 包括这里边这个 你看这盖子比较明显 对吧 这都是水造成的 这种腐蚀 水是这个发动机和这些构件 第一大杀手 油箱搞定以后呢 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接水管 然后呢 让这个发动机转起来 转大概15分钟左右 然后对它里边的一些气缸啊 什么做一些防锈处理 这发动机一会儿 转起来的时候 一定要接水啊 因为时间一长 你不接水的话 发动机就过热了 一定要接上水给它 一会儿接上水以后呢 这里有水 然后发动机会把它吸上去 从这个批后里头 再把它这个喷出来 然后导致这个发动机不会过热 现在呢我们打火儿 让这发动机呢 转15分钟左右 好了 用热 砂火 硬 他们 刚才呢我碗这个cylinder里喷的是这个fogging oil 它的目的呢也是做一个防腐处理 你就在发动机大概找15分钟左右的时候呢 就是每个cylinder里碗里喷就行了 直到它自然熄火就好了 这不完事以后呢 先把这罩给它罩上 然后我们去处理cylinder的另外一面 这cylinder另外一侧搞定以后呢 我们搞这一侧 然后把这火花塞给它卸下来 再喷一点fogging oil就好了 有点脏 有点脏 喷完以后呢 然后再去干打几次火 这时候打火不会再着了 因为我们把火塞都给它拔下来了 就让它干打几次 OK OK 对 它们给它拔下来 如果它拔下来 它就完蛋了 像我们在下来 这样一样的转型中 像我这样的烘一样的 那样的转型 3个月 带它 几次火 就去干几次火 就打散了 它在下来 上面都搞定以后呢 最后一步就是换这个耻油腰 这一步是最重要的 因为有的朋友说可能一是船比较新 发动机比较新 或者是呢 它放在车库里过冬 前面那几步都可以不做 就不是特别强制性的 但这一步啊 甭管你怎么着 只要你在安一省过冬 你都要做这一步 这步很重要 先把下边这个螺丝拧下来 让它留 然后再把上面这个螺丝也拧下来 然后把里边的耻炉油要完全的放干净 你看多脏啊 这油 所以这耻炉油必须要换每年 这好的耻炉油就是能减少 大大的减少它的磨损 你看新的耻炉油应该什么颜色 给你看一眼 看没有 应该是蓝色的 你看它 纯黑了 跟墨汁一样 这条凝点以后呢 用这个 把这新的耻炉油打进去 打的时候不用太着急 慢慢来 让这耻炉油呢 从下面打进去 然后一会儿 在这上面这孔子 只要它流出来就行了 就证明它满了 别着急 慢慢的 然后最好呢 把这发动机 给它放得正好垂直 明年一定要早点弄这个 现在有点晚了 天气一凉 这所有的塑料件感觉都已经有点僵了 对 看到没有 现在是满了 从上面流出来了 让我们留一点没关系啊 因为这个管里边有大量的空气 让它稍微压实一点 再满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螺丝给它拧回去了 不过要注意的是 你看这个 螺丝垫片 老化得非常严重了 一年几乎就得换一个 这东西 这东西很关键啊 对于防水人们都很关键 不过这东西我认为 真的好贵啊 我在一家那个卖船的店里买的 这一个 一个小垫片 一块五 不过这一块五 是必须花的啊 这一块五可不能少 然后给它拧回去就好了 好 然后 下边再给它打一点 尽量给它装的满一点 打不动了 已经 这证明已经完全满了 现在就可以装下面的这个螺丝了 也是要用全新的垫片 好 这就都完事了 然后最后的最后一步啊 大家不要忘了 这里 看这里 这个劈后 一定要堵上 用这种普通的胶带 把它粘上就好了 因为这里这个 比较超湿的空气 也能从这里进去 对发动机也不好 那发动机的Winter Rise 那就全部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